今日,来自两贯王勇士队的侧应汉将安德烈·伊戈达拉,接受美国体育话报的记者采访,弹记到了队友凯文杜兰特的得分能力表现。 伊戈达拉表示,凯文杜兰特是NBA联盟历史上最有天赋的得分手,在勇士时期凯文杜兰特也是用实力证明了自己,凯文杜兰特有着非常强的身体天赋。 伊戈达拉表示,人们对杜兰特的认可还是不够,但是他是NBA联盟历史上最具有天赋的得分手,把手放下他都能随便的在场上看下30分,12次出手就能得到30分,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,也是一件非常高效的事。 联盟那个很多球员都需要拿到球后找找感觉,但是杜兰特不需要,伊戈达拉还表示,迈克尔·乔丹和卡里姆·贾巴尔都有着无法防守的招牌动作。 乔丹的招牌动作是靠仰跳投,贾巴尔的招牌动作是天高,但是凯文杜兰特有着2.13米的身高,能够在15米外头进干拔,这也是他无法防守的招牌动作。 就是这一技能在今年的西决第七上,杜兰的干拔是非常亮眼的,有很多的球迷就表示虽然杜兰很强,但是打不过就加入,投敌到73圈的勇士队,杜兰赛上各赛季的常规赛上,代表勇士出场68次,场均上场34.3分钟场均可以砍下26.4分6.8篮板,5-4助攻,1.8封盖数据。 在季后再出场21次,场均出场38.3分钟,场均可以砍下29.0分,7.7篮板,4.7入攻,1.1封盖数据。